第一次结束这个剧本 大学的时候上过一门课 就是沙日比亚的剧 然后当时就是不断地读剧 一个一个读 然后Measure for Measure 这部剧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之一吧 这些剧里面最喜欢之一 如何让演员能够理解 台词背后的故事 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 那些没有写进台词里面的感情 就是说如何跟演员沟通的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演员他自己会根据这个台本 对这个人物有一些 有一个他自己的理解 但是有一些东西 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些东西 可能我们需要跟演员去沟通 说我们这里其实想要表达的是 当然这也是创作上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这个中国观众最后能够看到我们 所呈现的一部两醉剂 能够哪怕感受到那么一点点 莎士比亚的精妙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初衷就达到了 因为莎士比亚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精妙 他可能有一百分 但如果观众能够通过看我们的剧 感受到他作品魅力的百分之一 就已经算我们百分之一百的成功 希望观众离开这个剧场的时候 能够想想觉得 这个结局好像哪里不对 好像哪里有问题 觉得很刺耳 感觉有点酸酸涩涩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这就是我一点点小小的思想 我想回去再看看这个剧 看看原来的笔记 看自己的理解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之前觉得合理的地方 现在觉得不合理 有没有之前觉得不合理的地方 现在觉得合理 有没有更深的理解 然而演员着急起来 那么大家读一读 把这个剧咱们自己读 读本会读一读 可以伴随着火锅 各种腹败活动进行 随便说几句话 当了一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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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车站里有货车 货车里面有变速 一体两场变速 好好好 stop stop 后面是个跑销火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还在test 我很屌 我真的很屌 我我我 注意形象 注意形象 你们不要 小心这样的素材 不要落在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